台北市的林森南路 靠近立法院跟行政院地段非常好 连地下的楼层一共有十二层 党场会估算美龄楼市价大约十点五亿 美龄楼被称全台最大丁子户 因为党场会认定这事不当 取得财产必须移转国有 发展不是无我的精神 一九五零年 时任总统夫人蒋宋美龄 一手成立复联会 自己担任主委 干部由三军将领夫人组成 一九五五年 他还主导收烙军捐 三十多年共收了969.3亿 利用说国民党执政这个权威之下 来取得一定的资源 然后配合国民党的施政 包含烙军和租务之类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受到国民党的业务上的连接 以及在财务上的资源 不过复联会打死不认是国民党赋随组织 四月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 但七月被最高行政法院撤销 党产会八月十六已经收到法院公文 通知国有财产署办理移转登记 美龄楼不动产所有人应该移转成中华民国 五月的时候 他要没收美龄楼我们就不服 已经提起了本案诉讼 现在正在高等行政法院 不会积极的主张 我们在法律上应有的权利 如果复联会继续赖着不走 国有财产署可以提占用国有地诉讼 甚至要求拆除美龄楼 被要求还财渔民 看来复联会打算使出诉讼站 能拖多久是多久 三类新闻林凯军周宁特报道 还财渔民现在党产会 他们除了是成功的收回了 价值十点五亿的复联会美龄楼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那就是被简称为旧总的中华旧助总会 他们目前被收回了六千多万元的现金 这个也是党产会成立以来 国家所收回的最大一笔不当党产 其中他们名下的八亿多元不动产 也必须要转移国有还租渔民 党产会持续追讨不动党产 其中中华旧助总会的不动产 陆续被收归国有 而其中限值最高的 旧市位在内湖的达尔文科技大楼 旧总拥有这里的九楼十楼以及车位 限值超过两亿两千万元 旧总名下总共有36笔 限值超过八亿元的不动产 最为人所知的 旧市位在中正区的域名大楼 价值1.1亿元 其余地点遍布台北的内湖士林 以及北投区 如今全都已转登记 变成中华民国所有 旧总的现金也被强制执行 查扣六千多万元 那剩下他有四亿左右的现金 还在他的户头里面 最近还发现他还有海外的资产 所以我们还在了解 海外资金有难度 党产会持续追查 虽然目前追讨有所斩获 其实过程几金攻防 党产会去年九月认定 旧总是国民党负责组织后 旧派版名下资产收归国有 然而旧总申请停止执行 一审部分裁准 抗告后最高行政法院 六月逆转驳回旧总申请 即便旧总再申请大法庭裁判 同样遭到驳回 非常难得是说最高行政法院 回到过去的见解 就是认为说金钱不是难以回复的损害 因此驳回了旧总的 这个暂时停止执行的申请 接近九亿元的资产就回归国有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指标性 希望把这个现金的部分 可以转为促转基金 我们希望用在还原历史真相 六千万是党产会成立以来 收回的最大一笔不当党产 也是首度将不动产收为国有 未来追讨有情利可循 渴望不再久久卡关 三段新闻 真日记者 张安清 跳舞到